好 4月17日 升旗易得道 很有氣勢 好像黃師傅那些 改變了節目風格 那個炮頭 先兇一兇 大家有沒有看金像獎 你沒有啦 我想你也沒有啦 一會再說 今天是4月17日的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星期二晚錄音 18日才可以播出給大家聽 今天 今天有我Tony 還有Johnny 有一個久違了的主持 許樓三 回來了 台灣回來了 是不是坐洗頭艇回來了 不是 坐飛機 坐洗頭飛機 你去了台灣哪裏 台中和台北 這次主要去公幹 公幹和玩 到時候再問一下你 有關台灣的事 你講到台中 我一定要講一下 我對這個城市最大的一個批評就是 他沒有行人路 沒有行人路 你沒有發現 少一點 被車霸了 你一走下去 基本上就是跟電單車一起走 就算連那些小食街那些 那些市集都是這樣 相當之辛苦 行得 城市規劃不好 以前是日本小時代的規劃 不過現在有些七旗的地方 那些是有錢人一點 有錢一點 還有那些樓是漂亮一點的地方 那那些樓就好走 好闊 好行的 提醒大家 記得按LIKE 還有看廣告 按廣告 其實我們上次做的實驗 我們其實是失敗了的 因為 我們看不到哪一節那麼多LIKE 哪一節那麼少LIKE 那個數據不明顯 這次做另一個實驗 大家每節都按兩次 這樣會明顯很多 其實上次你講的時候我已經覺得有點問題 你可以逐節看 應該看不到的 除非你特地鏡第二節 叫了 但你也看不到 數據不明顯 因為你同期出的 你看不到回收 是分開的 所以是不明顯 所以我們覺得那個 實驗就不做了 現在做新的就是每次 按兩個廣告 大家幫幫忙做這個實驗 應該說大家 大家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你可能聽聽聽 你會發覺有一個廣告 那個就是第二個廣告 就在那個時候 要按多一次 唯一叫兩次 就不是同一個廣告 可能一開始你看到那個廣告 就不是那個鍵兩次 對呀 第二次你再鍵都可以 你逢見到一個廣告 即是停了的時候你可以再鍵 一鍵它會有些超連結出來 那個就是當一個 你逢見到一個就這樣獲就行了 我們平時叫人按是不是 不是 其實suppose都是叫它全部按 其實是的 那我按一個有時候 可以給你清楚的指數 我意思就是 看看看見到第二部 這樣收入會比較好 你同一個按兩次就不行 我會計算到你的 每樣按一個 同一個按兩次就不行 對啊 不同廣告按一次 即是你每看到一個廣告彈出來就按一次 沒錯 可能聽聽聽覺得很煩染 對呀 我們也不是太清楚 不過不要緊 我們慢慢試 慢慢試驗 測試那個反應 不要緊啦 按了兩次就要多舉手 留言 留言也有用的 有些人說我幫不到我每次都按兩次 所以沒辦法幫你 今天有一宗 事關幾重大 有一宗 在法庭上的消息 Johnny說說 大家都可能有留意這宗新聞 就是一個 疑科醫生 一個名醫 陳耳誠 聽說這個好像是唱疑歌的 這個經常去那些閃電傳真機唱歌的 以前小時候 Tony你偶像的 你偶像的 你的樣子唱疑歌的 我看以前430穿梭基 他就沒有去唱歌 沒有那麼早的 他好像是近十幾二十年才唱的 另外還有一個叫李嘉仁 唱小名上廣州 陳醫生就差了一件事 原來這件事在2009年發生的 幫一個 14個月大的男嬰 處理一個手上的傷口 處理得不好 應該是崩帶綁得太緊 導致血液上不了的手指 壞死 那隻手指壞死了 要撤除了那隻手指的其中一指 這件事原來都糾纏了很久 在2009年的時候 發生了 後來就經歷過 應該是高等法院那裏 CAM的 傷亡賠償 已經告了很久 原來當時新聞都賣了 去過男嬰的父母 CAM的CAM是過千萬 當時原來有新聞也有說 法官說 你CAM這麼大的數字 開天殺價 所以當時就變成了一則新聞 視乎你這個男嬰的父母是什麼人 不是 錯 因為如果你要CAM的數字 很大 你一定要是那個人 自己受傷的人 那個損失 你未來的損失 例如我今天 可能我現在讀 法律系 你被車撞到撞傷 我以後可能是 變成資深大律師 那我的數字就很耐忌了 你現在搞到我做不到律師 做不到往後可能賺很多很多很多錢 那那個父母呢 他可以這樣 我現在是上市公司主席 我將來就閃為給他 他將來18歲 救一救情 就做上市公司主席 好像那個徐鋒的兒子 湯家誠 理論上是可以的 將來他有100歲的命 做了82年上市公司主席 現在沒有這樣的手指 你想一下 是不是有人陪你10億也要 一千萬了 等一會 是不是這樣說 理論上是對 但實際上你也要證明到你的手指 和你擔任職位 是不是影響到你完全擔任不了職位 擔任不了 不過沒有那麼承認 那另一個情況 可能那個父母就說 即是不能指人 像川普的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變成小姐的手指 如果那個父母用另一個方式去claim 我以為你培訓他 成為超越了李雲迪 超越了郎郎 那些的方法 對 可以 非常正確 斯朗拿道 你賺多少錢一個月 說周身50萬磅 幾十萬磅 我不知道 你想一下 claim到你陳以誠 三代都不做起 如果你斯朗拿道 被人鋸了一隻腳趾 應該可以 因為腳趾尾拉西 拉不到西 手指也是 手指指揮嘛 他可能 或是 或是 其實手指如果你真的玩樂器 真的是卡的 很多案例說的 小提琴 你很多玩樂器的 然後弄傷手指 然後告人 claim得是特別多錢的 現在不是想說那件 傷亡賠償 因為那件傷亡賠償判了 現在最新的發展就是 原來這件事 大家看看 為何搞了那麼久才去紀律聆訊 原來當初他們醫務委員會 陳以誠醫生是醫務委員會的 副主席 他們一直在醫務委員會 都拒絕受理這宗 調查的疏忽 到了最近 他們 即是叫私相授受 有這樣的指控 這兩個 這兩個男嬰的父母 最後就去申請司法複合 司法複合成功了 推翻了醫務委員會 不去調查的決定 最後就拒絕了這件事 終於拒絕了他上去 紀律聆訊 有沒有去報ICAC 你們醫務委員會是否有人受賄 就算如果不是受賄的話更麻煩 你們真的官官相衛 私相授受賄 剛才兩個成員一起放進去 送一副對聯去醫學委員會 這件事 最後就拒絕了三條 拒絕了兩條 被人停了六個月 醫務委員會也算是做了事 如果那個男嬰 現在應該是九歲大了 09年就 撤了手指 現在就是18年了 九歲大了 這個男嬰出來 會不會現在變成小朋友 現在正在讀小學三年級 或是四年級 這件事 還有另外一個 這件事 男嬰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最主要看回他當時 做了甚麼 是不符合那個程序 你要證明一個醫生 是不是醫療疏忽呢 首先你要知道 正常的醫生的既定程序 是什麼 他是不是做漏了既定程序 還有是不是有些事做了出來 是錯得很重要的 要有另一個醫生去證明的 所以為什麼經常告專業梳忽 有其他的行家告訴他 他的專業是做得不好的 但是大部份的專業人士 其實跟規則是跟得很準的 大家跟了某一套 做法去做的 通常都是這樣 所以才叫專業人士 所以通常真的很難證明 這次有默烈飛飛 這個好像是前立法局議員 默烈飛飛也有很多年了 做醫務委員會 也挺有名的 我小學已經聽了名字了 真的小學已經聽了名字了 不是開玩笑 幾十年前 這個 就是和理飛飛的姐姐 為什麼是不同姓的 姐姐的東西不一定要同姓 大家都飛飛 跟小飛飛也沒有關係 小飛飛那個麥當勞更早 麥當勞 麥烈飛飛 這個是醫務委員會主席 暫代主席 我們飛飛也做了很久 很公正的 這些官司 法律界很喜歡 我看他就打了11天 創造就業職位 很多職位 你上集說那個Terms 製造法律界GDP 我看他的款式 起碼花了幾百萬 現在看他的樣子 打算上訴 又花了幾百萬 上訴了幾百萬 然後終審 發達了 法律界 上訴推翻了 裁決 可能發還 給醫務委員會又再審 審完之後又再釘過 釘完又再上訴 嘩 上次我只是說這件事 真的有得無限loop 不要以為上訴兩次就完了 所以大家 聽書沒有聽清楚 我已經說明有些申請叫做中斷申請 他那宗司法覆核 走去 推翻一個 醫務委員會 不是最終的 決定來的 那個是初步說不查的 決定 那件事本身你已經可以上訴兩次 去到終審 再給你再審過 審完之後這件事 出來又有得再上訴 所以其實是無限loop 我告訴你 你聽清楚 所以 搞清楚這個概念 所以 這件事已經九年了 陳醫生 可以打到死為止 這件官司 所以 我一早就說 官司真的不會亂打 一個醫生 可能會打到變窮人 洗濕了頭 就很難 一定要繼續打 互相打下去 打下去 就像陳茂波那樣 是呀 其實陳茂波真是洗濕了頭 陳茂波還可以審的 他下去再審過 然後可能又釘過 釘完之後又上訴 又上訴完再給他發雲 再重審三次 大家都是有錢人 對方的效董都不是普通人來的 為了名譽 多多錢都給你打下去 是不是呀 名譽僅要那條命的 是不是呀 有沒有被你陳茂波顛呼 對呀 去馬 麥烈菲菲講完 陳以誠也講完了 大家有沒有唱他的儀歌呀 齊齊抗沙士還是抗肺炎 忠志成成抗肺炎 大家有興趣就聽一下 或者唱一下 我覺得他應該是忠志成成搞眾籌 阿士有個忠志成成為公益 有個秀 幫公益金籌款 陳以誠醫生會不會聽回自己的歌 激勵一下自己 暴雨後彩虹 他自己唱的 對呀 暴雨之後 要不就出彩虹 要不就有嬌陽 所以 也是一個鼓勵自己的好歌 好的歌 說完這件事有沒有其他話說 有呀 這一節好像我都說了不太好 不如許劉先生說一點點 這件事其實也很熱 非白賽車的那件事 現在又炒出來 人肉路障這件事 好像被人撞的那個 好像收到警察的告票 對 而檢控通知書 即是可能告你 類似的意思 我已經做了你的人肉路障 受了傷 嚴格來說那件事就是 在交通的案件裏 經常都有的 你說那件事是不是代表會告呢 又不是的 因為可以不告 你可以說那件事其實是沒有用的 但是你在這個時候 拿這件事出去呢 當然是坊間的大路啦 因為你 這件事你都沒有告你 警察 搞到 我受重傷 即是車子 Total Loss 轉頭還要被告 還要是因為聽你的指揮 那到底你要告司機什麼呢 你說他疏忽嗎 你說他不小心 一般市民的角度 一收到訊就會很害怕 我現在被政府告 我多少錢都不夠 就像芒果那樣 你手將封信扔落落實桶 打錢就不要學 所以我就想不明白 如果你真的要告他 當你真是這麼壞 你是不是告他不小心駕駛 還是危險駕駛 那你的警察是不是做證 就說我看預計他停車 但其實是你叫他停的 那警察就是要怎麼告呢 警察涉嫌教唆非法載車 這個沒有說錯的 在人的指揮之下 才會這樣 得到警察的指示 教唆 所以進行一次 變成一次交通意外 令到我自己重傷 那個警察是很大罪的 如果你真的要告他 你怎麼也要扯自己下水 然後回到剛才的話題 那個人 受了重傷那個 如果接下來那個可能做醫生 我被你撞到 本身癱患了 我接下來 那個人有了百歲命的 你也要養我48年了 其實這是要告警務處處長 警務處處長 讓你陪 不用陪 這件事應該要做 不過這件事另一個有趣一點的話題 原來很多人不知道 想問我這件事 就是說到底 平時看港產片 喂 現在我是警察 現在蒸龍你的車 下車 我現在要開走你的車 這件事到底是行不行的呢 我們看很多港產PK失憂 美劇 美國電影都是這樣的 美國電影都是這樣的 大廈那些 馬上扯人下貨車 然後駕駛上 那個就是那個 因為 那個光頭佬很暴力 他在哪裏 補師位理財 他太暴力了 他整路都是 看奇謀妙計五福星 警察現在蒸了你的車 扯人下車 他可能是學西片 然後就說 把車撞到難了 是嗎 但是呢 吐到氣 最後一架車 最後一架車 都坐到難了 都是難容容的 還有飛車飛到海也有的 很多港產片 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將來 不是徵用你的車 警察 是要查一個 外圍賭博集團 賭博 賭馬 他看到 許留先生 你的戶口銀行有五千萬存款 我們現在警方進行一個 滲透賭博集團 放射 我們為了取得這個 集團對我們的信任 我們那個俄底的信任 我們要 給你五千萬 要徵用你的戶口的五千萬 讓他賭博 因為你的戶口很乾淨 你的信態平均不錯 乾不乾淨 不要緊 除非你有錢 我們要徵用你的五千萬去賭博 但是 我們不可以經常贏 我們要經常輸一下 要不然我們取得不到他的信任 所以 我們想暫時 請用你的五千萬來賭博 拿來輸魚先 你 沒問題的了吧 許先生 不用說了 沒問題的 如果是精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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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說不可以 那你說行不行的 如果是這樣 香港經濟應該會崩潰 港元會 斷崖式下跌 所有警察都要呂落時代 個個都說要精肉 個個都說要賭博 賭博集團 我知道你有兩億 我先拿你賭兩口 中了的就是自己的 輸了就是你的 所以其實答案 是不行的 警察其實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權限 他無端端就這樣去精用你 即是看到警察對你有任何要求 五個字 裁你三芒果 大家要分開 平時 警察拿著窩籃來搜尋你的房子 搜尋你的東西 因為 窩籃也要拿 其實窩籃真的要拿的 窩籃要去法庭拿的 他們平時 不知逢星期幾呢 如果你去裁判署 你們就知道 有些 有些 警察在排隊 走進法庭 他們其實就是在拿窩籃 窩籃是真的要拿的 那真的是在法例上 容許你去做的 而香港其實是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基礎 讓他們精用私人財產的 是沒有這件事的 因為 那個叫做法例 香港基本法 或者以前的香港法例 是保障 每個市民的私有財產 你甚麼都說是精用的 那轉頭拿去 撞爛了怎麼辦 你怎麼搞呀 又不是屎車啦 你也知道警察在飛車的嘛 那一定會撞爛的呀 難道很疼的呀 小心撞爛呀 大家要搞清楚精用 精用就是真的借用 如果你是因為你犯法 截停你的車 截走你的車 是兩種東西來的 因為真的懷疑你犯案 你的車拿來做 你可能撞完一大輪 在飛車走人 逃跑 然後捉了你的車之後 要拿走你的車 是另一個概念 精用是沒有這件事的 是不能這樣做的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講公凱撒人 賭神 為甚麼差那麼遠 剛才你也不知自己說 我們看賭神也說 在公凱撒人不一定有事 要在註冊的國家之後 拉他 很害怕呀 相言聲號不是很危險嗎 相言聲號是哪個註冊的 馬拉 要出到公海的時候 開始倒的時候 很危險 通常在馬來西亞註冊的 在雲頂 現在變成港產片 法律大謀 不察覺 好像殺人 我們有些網友來喝醉酒 說要殺人 現在在公海 只有這艘船的註冊國家才可以拉我 到底這個 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講